今天给大家说一下 入门烘焙必须用的几样东西 电动打蛋器 大家一定要备一个 价格的话 买个七八十块的就足够用了 手动打蛋器也一定要 买不锈钢的 不要买有皮套的 皮套容易破损 然后下面木头的话 很容易发霉 刮刀 不管你买什么样子的刮刀 什么颜值的 只有一个要求 耐高温 滤网塞 那你手动的这种也可以 然后家里常备的 这样子也可以 防止面粉结块的 电子秤 增加你的成功率 模具 家里的话准备一个六寸 或者八寸 两个人吃的话 你可以准备个六寸 三个人以上的话 就准备个八寸的 要买火底 然后没有防粘涂层 有防粘涂层的 它会使戏风长不高 我们要粘 要粘它才会趴得更高 打蛋盆 家里的话可以 只要是高一点 就可以使用 一般的话 不锈钢的会好用一点 我们因为是拍摄需要 所以会准备玻璃的 要晒一下 你气筒烤完以后 一定要倒扣在上面 这个的话是四十成六式的 你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可以用杯子先代替一下 像这样子 然后把你的戏风 这样倒扣 面包剧刀可以准备一个八寸十寸的 在切戏风的时候 它会非常的好用 谢谢大家